王平突然回过神来 问道 二位 你们可是来调查圣灵会的 谢雨晴一惊 你们也知道圣灵会 果然是啊 怪不得你们要拿走神像了 楚雷苦笑了一声说 这一带都是我们的侠君 自然是听说过圣灵会的 我们也正在调查 只不过 他们防范手段很强 我们无计可视 找不到什么线索 不过我不明白 你们不是实诚的警局的吗 为什么会调查到我们这边来 谢雨晴耸了总监说 这件事一两句话说不清楚 既然你们知道圣灵会 那我也不隐瞒了 找个地方 我告诉你们所有的线索 两人十分的高兴 提出就在小旅馆里 找个房间详谈 王平本来想打电话叫人 把这个老板娘带回去审问 但是叶少阳表示 留他还有用处 于是将他押到了隔壁的房间里 同时王平打电话要求增援 这里毕竟是旅馆 已经住了几个人 现在老板娘被扣了 如果有客人入住 或者离开店的话 都挺麻烦的 需要有人来协助调查 将老板娘押送到了隔壁房间之后 谢雨晴先简单地 介绍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只不过对叶少阳的身份 没有做过多的介绍 只说是一个法术界的人士 王平和楚磊听完之后 十分的震惊 并没有责怪谢雨晴 之前没告诉他们真话 反而觉得他们跑这么老远 来调查他们本地的案件 十分的感激 这位高人 虽然我们都没有见过法术 不过刚才这老板娘对你 那个是叫做做法吧 你什么事都没有 这足以说明你的法力了 叶少阳扑斥一笑 果然在普通人的眼中 凡是稍微有点法术的 都是高人 不过在他自己而言 这件事小的实在不值得一提 这位叶 叶先生 这个老板娘 是不是也会什么法术 算是吧 不过 穿不上是法式 最多也就是个爱好者级别的 会简单的一两手而已 两人面面相觑 听着这一话 更加感觉叶少阳是山不可测 王平说道 关于这个省令会 我们也在调查 一直都没有什么头绪啊 现在你们带着线索来了 我们除之不得呀 有没有什么我们能帮上忙的 谢雨清吓了一下说 还真有一件事情 要找你们调查 你们帮我调查一个叫做高老二的 是你们这里的一个富商 真名我不知道 王平和楚雷 互相看了一眼 都笑了 王平说道 高老二呀 不用调查了 我们这边所有的警务人员 没有不认识他的 不过他可不是什么开发商 应该算是个包工头 早年就是个捞片门的 现在开夜总会 杭州著名的天上人间 就是他开的 他设计好几宗案件 最近被挖出来 人已经被抓了 就是上个月的事 现在人就在看守所 怎么圣灵会的事 太有份 如果情报没错 这个圣灵会的分会 就是他出钱建立起来的 两个警察震惊不已 王平指着一动不动 被放到在床上的老板娘说道 叶先生 你留他在这里 是要做什么 问他一些问题 哦 他肯定是知道什么 不过 他可未必说 还是送去警局的好 我们可以慢慢问他 不怕他不说 不用 我最有办法 叶少阳起身 把门窗关好 把窗帘拉上 这房间虽然没有 隔壁那间 供奉的灵婆婆的房间案 不过拉上窗帘之后 也昏暗的 如同黄昏一般 叶少阳走到 你老板娘的面前 伸手接掉 他面门上的灵符 老板娘就像是 一下子清醒过来 睁着眼 看到叶少阳 立刻就开马 各种恶毒的语言招呼 托腹啊 行 一会儿 我让你体验一下 被人突然 问候死去的父母什么的 叶少阳心里很是不爽 你要本事你杀了我 你个王八蛋 老板娘仍然气势不减 叶少阳从背包里 摸出一只红烛 点燃之后 朝着老板娘走了过去 迪拉 两个警察立刻扎着起来 王平说道 叶先生 这可舍不得呀 虽然不是正规审讯 但也不能用刑啊 不然 没办法交代他 叶少阳没有作声 把红烛放在床边的小掐机上 老板娘看着红烛 和叶少阳音质的眼神 也是有些紧张了 何知道 你个畜生 你要干什么 你很快就知道了 不对 妈的 你叫我畜生 我是不是 该答应你啊 叶少阳十分的懊恼 老板娘还想继续吗 叶少阳突然抬起之手 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 然后梦得一提就喝倒 出来吧 一刀半透明的人形 被叶少阳从老板娘的身体里拽了出来 没等的回过神来 叶少阳左手一弹 一刀红线从他脖子上还过去 按在墙上 右手飞快地摸出了一只铜钉 往墙上一拍 松开手 人形已经被钉在了墙上 正是老板娘 叶少阳拿出了柚子叶 让谢雨晴分给两个警察擦眼睛 擦完之后 两人看见眼前这一幕 都吓得瘫坐在了床上 看看被红绳掉下来的人形 又看看坐在床上的老板娘 老板娘的肉身 现在已经完全一动不动了 眼神涣散 看上去像个死人一样 这这 这这他都 鬼魂 两人都颤抖地结巴了起来 看样子 他们是第一次见到鬼 叶少阳有点后悔 让他们留在现场 但也没办法 毕竟案件需要他们帮忙 总不好带着鬼的时候 把他们赶出去 如果问出什么 还要转述给他们 也挺麻烦的 老板娘被红绳拴着 挂在了墙上 起初都不知道反抗 呆若目击地看着叶少阳 叶少阳指着着床上 老板娘转过头去 看到了自己的肉身 暂时就开了添汁 一下子就明白过来 顿时表情就变了 你 你杀了我 老板娘双手抓着绳子 双腿在空中乱灯 用力挣扎起来 你 你居然杀了我 你个畜生 我作鬼也不会放过你的 拜托 你现在已经是鬼了 叶少阳摇着头 而且我没杀你 只要你回答我几个问题 我就放里面魂魄 继续做人 托子 你恐怕要吃点苦头了 网费 欧 弹 你 相